35 歲的台灣藝人高爾祥 在寧波錄製浙江衛視真人素追我霸的時候暈低 經現場急救與宋苑搶救後 最終證實不止 哥哥高宇喬趕到中國為他辦理身後事 事發於27日凌晨 早起節目組發出公告前 就有網友爆料說高爾祥錄影時跑到一半暈低 工作人員並沒有即時上前急救 之後現場做了心肺復甦 一直都是沒有心跳 搶救了十幾分鐘後才有白車來 據消息指 當晚8點半開始拍攝 直到1點45分發生以外 高爾祥當晚都只是錄了跑步的部分 據知這個節目經常都會錄到凌晨5、6點 參加的藝人很多時都會連續通宵幾日 玩的包括有梅花妝、70米爬樓、高空速鋼等等 其實在節目的上一期 都曾經有參加者玩到身體不適 在拍攝途中玩到嘔 甚至要送丸 年前國家級運動員李小鵬和周士明 都忍不住喊累呀 在拍攝途中玩到尺寸 在拍攝途中玩到尺寸 在拍攝途中玩到尺寸